有位消防小隊長被指控在休假期間 帶著另外四名隊員 向酒店 喝完酒之後 搭計程車返回部隊時 因為有人在車上嘔吐 清潔費談不冷 小隊長竟然就在隊部門口發酒瘋 跟計程車司機吵架 驚動的遠景鬥場 也導致人起事件對外曝光 就到消防隊外頭 穿著灰色Polo3的無性男子 喝得醉醺醺 就在路邊跟計程車司機吵成一團 還驚動遠景到場處理 遠景到場一查身份才發現 這名無性男子竟然是大寮消防分隊的小隊長 而且是休假期間帶著四名隊員上酒店 卻因為有人喝醉了 吐在計程車上 清潔費用瞧不攏才會吵了起來 這名小隊長不但帶隊員喝花酒 喝醉之後沒有直接回家 竟然還搭計程車 想要回到隊部休息 最後在隊部前跟計程車司機吵架 驚動遠景到場 整起事件才因此曝光 消防隊小隊長帶著隊員喝花酒 民眾聽到都覺得相當離譜 現在消防局也已經開始調查 將會對這五個人開會懲處 記者楊宙明高雄報導